- 走進家福中心裡 不論是在看書玩遊戲跳舞還是打掃 通通都頂而不動 變成了假人 在網路上號召 臉書號召 找了一些朋友來贊助500條圍巾 跟500盒的一個吉祥餐盒部分來講 希望能夠把這些的餐盒跟物資的部分來講 來分享跟一些家福的對象 歲末年終之際又碰上強烈寒流溪台 為了讓家福中心的弱勢孩子 也能感受年節氣氛與社會溫暖 活動發起人楊柏妤特別號召網友共同做愛心 募集500條圍巾與餐盒 送愛到家福 知道這個活動的 然後就一起來參加 然後認識了很多本來不認識的人 然後也玩得很開心 參加公益的活動就是還滿新鮮的 就遇到還滿多滿有愛心 然後很熱情的朋友 然後參加加人活動也還滿酷的 因為這陣子流行 紅通通的圍巾圍在脖子上 讓家福基金會的成員與所有志工都背感溫暖 和凱布大寬屏旗下的陽明山 金平道達安文山新台北有線電視 總經理黃建文得知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也指派同仁到場擔任職工 關懷弱勢以實際行動來回饋在地 讓愛心關懷活動能夠更順利舉辦 凱布大臺北數位新聞 郭正銘 財財財財